哇 哥文德真的太沒禮貌了吧 哪有人家這麼沒修養啦 有人在計較禮物的大小貴賤嗎 很奇怪耶 他說哪一樣我越便越小 我送他的他不要還來就好啊 那個我說他五感像稻草人 那個稻草人還有他的頭像 就現在還在我研究室門口啊 好多東西我送他是他退回來的耶 我想他可能比較在意的是那一套龍袍吧 龍袍我給他 他也穿了十天不是嗎 十天之後才還我嘛 那他要他就說一聲嘛 那個龍袍是不便宜啦 因為還有龍帽 連辮子都幫他綁好了 那一套龍袍確實是 蠻貴重的啦 是說實在話 要一兩萬塊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怎麼可以嫌人家的禮物 是大是小 是貴是便宜呢 那大的是他退回來啊 他大部分都退回來 他也很多沒退回來耶 我送他那個小澤也不便宜耶 我那個小澤要六七千塊耶 而且他也直接收走 他也沒還我啊 我那個小澤很有意義嘛 很敢還寫了兩句提醒他嘛 政治不難找回良心而已嘛 那所以我不曉得這有什麼好抱怨 那我說他第二任連任以後 他已經開始數饅頭了 那饅頭他當場吃了就是嘛 對不對 我想不懂他 倒是他把一些很有意義 雖然不是很貴重的東西 但那個放在他辦公室會很有意義 比方說我送他一支湯匙一個本機 他如果當時八年前有聽進去 有放在他辦公室每天看 他就知道說他應該謹言慎行 多做少說 不要這樣做沒一天時 說到幾本機 那意思非常好啊 比方說我送他那支料杯啊 抓氧氣 那也很有意義嘛 理清情義重 那就是告訴他說市政資源有限 你做市政就像要抓到氧醋 你不要說中的不賠 沒中的賠到飛樓飛地 像他不發正老年金 就是啊 你該發不發 啊 不要去惹起的 不應該引起的這些風波 跟我們長輩們的抱怨 這都不應該引起的嘛 沒中的賠到飛樓飛地 這個都是很有意義的啦 我是嚴謹意該 理清情義重 但是我想以科市長那麼高的智商 其實他看得懂 他怎麼會跟我計較說 這個禮物大小或者貴重便宜 我想他不應該這樣嘛 他如果這樣子 那他真的太沒禮貌了 哪有說人家送你禮物 你嫌他說這個禮物不貴重 而你越送越便宜 天啊 我送的禮物 嚴謹意該 意義重大 那也隨著他的行為 做調整送那個禮物嘛 那 你說 他的心態 不然 我就爛 那怎麼樣 我難道 用張 白紙寫個 我就爛三個字送他嗎 我已經把他做成T恤 對不對 那很好 讓他穿在身上 又有他自己圖像 突顯他的心境嘛 讓他反省 因為他說有人記得你任何問政嗎 他嗆你說如果要當台灣人的開心果 直接去電視台上班 你覺得到底誰才是演員 他最會演吧 全台灣政治圈最會演的 最擅長挑弄話題 放著正事不幹的 就是柯文哲吧 你看他台北市政 他找到了黃珊珊 來當副市長 現在都有是黃珊珊了 柯文哲沒事當然就跑出來 亂講話 亂挑話題 亂批評別的政黨 炮打中央等等 他什麼都來了 我 送他禮物 是因為我是議員 我要監督市長 針貶市政 那我認為應該要嚴謹意該 能夠讓他立刻性的了解 整個你的錯誤 是根基於什麼 你的心態是什麼 你的作為是怎麼樣 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 讓他能夠體會 那所以才會有送禮物 這樣子的作為 我覺得這個問政的方式之一 我覺得他應該很樂意 謙虛的來接受 因為畢竟我代表是台北市民來監督他 到目前為止 沒有市民來批評責備我王世堅說 我送他禮物是不對的 或者我裡面講的內容是不對的 沒有嘛 我送他禮物並不是為了搏軍一下 搏取版面不是 而是因為市政辱麻 市政繁瑣 那所有的這些市政的錯誤難題 這一些都必須用最簡單 精簡的方式 讓他一目了然 所以我嚴謹意該 用成這個禮物的方式 那我相信多數的市民都看懂啊 就只有他柯文哲不懂 但是以柯文哲一百五十七的智商 他那麼聰明 他怎麼可能看不懂 大家市民都懂了 只有他一個人不懂 我認為他是裝不懂 裝傻嘛 難道跟我扯到說 我太小氣 什麼禮物越送越小 我是因著每一次 你市政的問題 你個人的一些問題 來 有因有果 才來送什麼東西 所以 你如果是真的要大的 那個木馬圖層的木馬還在啊 上面就是你柯文哲的圖像 那一匹馬鞍就是 民眾黨的黨籍跟 共產黨的黨籍 當作那個馬鞍 都這樣 你要隨時來嘛 齁 那 我放著反正也沒用 是你退回來的啊 齁 因為現在回頭盤點 八年送了三十二件禮物 你現在最希望他哪一件就是收下來 永遠不要盤你 其實每件我都希望他收下來 因為每一件齁 他這麼講我就要總諮詢 本來我是想那天那張車票 那張單程車票 幫助他 成全科批台東行醫 他講的話 他要負責 他要去提升台東偏鄉醫療的未來 齁 我祝他完成他的心願 那本來我認為這是最後一項禮物啦 可是他如果這樣批評喔 我還有一次總執行的 最後一次總執行 我再送他一樣禮物 我再送他一樣 會有預計送他什麼嗎 有有有 我剛剛有想到 我本來是說 就他八年任期 這個就到此為止就好嗎 他沒想到他回馬槍 他打我說 這個禮物越送越小 說我太小氣 哇這個 這個我覺得他搞錯了啦 他搞錯了 欸議員監督市長 天經地義 你如果不會貼買 我幫你買 不會貼買議會 幫你批評 你不要來做嘛 你不要做市長嘛 不是嗎 你當市長 你要有那個亞量 民主體制就是這樣啊 大家選你當市長 不是選你當皇帝耶 柯文哲你要搞清楚耶 所以他 他因為習慣啦 在他的市府團隊 他們內部的時候 他習慣說 他是 他不是說 他是真命天子嗎 他自比雍正啊 自比唐太宗啊 所以他平常 對他的團隊開會講話的時候 他像是在後宮選菲一樣啊 所以 心態上 你要怎麼對 你的小團隊 那 你的 權利 但是 你必須接受 我們 我們 民主體制的 規範 就是選你當市長 但是同時 也選我們這些議員 就是來監督你市長柯文哲的 我監督你柯文哲 就到你十二月二十五日 卸任之後 齁 我在八年來 我是科學家 所以 我專攻 你柯文哲 那 柯學家 可能到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就先 暫時卸下這個職務啦 齁 所以 柯文哲 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 你就忍耐一點吧 他如果說 退回的禮物 還有哪一樣 他想要的話 我明天上午立刻 送到市府去 我知道啦 他大概是念念不忘就是那一套龍袍 因為每一樣禮物他要退的齁 都當天或隔一天就退了 只有龍袍 他穿了十天以後 才退還給我 那我很高興 即便他只穿十天 他至少那十天 對他柯文哲做了心理治療 他穿了一套龍袍 可能是很好的心理治療 他念念不忘的 也應該是那一套龍袍 那 我明天會送過去